古天乐捐款建学校,周润发落捐50多亿,而他却单比捐款100亿。 现在明星做慈善的事越来越多,虽然也有一些靠诈捐骗捐赡恩人品的,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人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。 比如古天乐捐建学校的事,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 古天乐捐款建学校,周润发落捐50多亿,而他却单比捐款100亿。 而智玲姐姐自2016年以来,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捐款,而且金额从来不会低于1万。 有一次捐款金额更是高达1000万人民币,不过低调的他一直都没有张扬,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而华仔就更不用说了,当时汶川地震捐款10万的新闻一经爆出就让他成为舆论的中心人物,接受广大网友的审判,但是殊不知他在私底下却捐了5000万巨款。 而发哥在前段时间更是决定死后将自己全部5,60亿的财产全部裸捐,让人是刮目相看。 今年年初,一位名叫何乔宇的企业家捐款近100亿人民币保护冰威野生动物,这一消息在美国引起极大的轰动,引得各大媒体纷纷报道,然而在国内,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。 你们对这些做慈善的敏人怎么看?